今日,2019中国东盟北斗型活动车队 用20天时间穿越中南半岛 途经老挝、泰国、马来西亚近20个城市 对随车的北斗终端和智慧应急救援服务平台等进行了路测 演练了通过北斗终端触发应急救援请求 救援服务中心立即启动救援 即使在没有移动网络的极端环境下 通过北斗特有的短报文功能发出救援信息 此次测试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 始终在空中迅速响应达到了预期目标 巩固扩大了北斗系统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交流